19点46分了朋友们 这儿有一位粉丝啊 他人在美国 给我发来了一段文字啊 这个电子邮件 也算是爆料啊 我们听听啊 这里边所隐含的一些东西啊 他说侃爷我在美国 我看邻居阳台上都在种菜 邻居为什么在阳台上种菜呢 是因为最近的物价上涨 通货膨胀 还是大家对未来可能爆发世界大战 甚至普京发射核武器 爆发核大战的恐惧呢 这个朋友没说啊 但是我猜是不是这么几种可能性啊 甚至我很多同事朋友都在买荒地 他的同事朋友买荒地 开荒加上养一些牲口 开荒那不就是为了种点粮食 种点菜 是吧 养一些牲口 养猪 养羊 养牛 鸡鸭额兔 增加蛋白质的摄入 是吧 怕饿死 怕挨饿 是这意思吗 是吧 他还说美国南部很多无人问津的 本来无人问津的啊 乏人问津的 鲁尾荡 沼泽地的价格都涨了 本来是鲁尾荡 沼泽地 就是荒地 在那荒着啊 当然美国它是土地私有制 肯定有个主 有个地主 是吧 所以现在看来这是个大趋势 其实人类应该面临很可能哈 一个大动荡 大萧条 怎么让我想起来三十年代 就是第二次事业大战爆发之前的席卷全球的 所谓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叫什么 席卷整个资本主义的大萧条 好像先是从美国纽约这个股票市场 崩盘开始的啊 当时的德国是魏马共和国 魏马是一个小城 是吧 当时叫魏马共和国 因为德意志帝国 因为一战的失败而垮台了 是吧 那么后来呢 魏马共和国玩不转了 就是从美国开始发源的这个经济大危机 然后造成德国大量的工人失业 对吧 然后呢 连饭都吃不上 哎呀 很多人恨不得卖儿卖女 是吧 衣不遮体 连最基本的人类的一日三餐 这种最基本的生存要求都做不到了 是吧 马斯洛不是有人的七种需求吗 第一 人就得吃饱饭 是吧 然后一层一层的啊 所以后来希特勒就正好给他了一个可乘之机啊 可乘之机 对吧 那希特勒 纳粹党 对吧 当时德国一片混乱 后来借机会 他上台了 他用他的那些手段啊 消灭了大量的这个绝大部分的失业 是吧 然后搞也是搞铁攻击啊 对吧 然后最后他走到了战争 是吧 让德国人当时感觉扬眉吐气 还买汽车 大众汽车 Volkswagen 是吧 Volkswagen 就是大众汽车 便宜 是吧 所以啊 看看这哥们说的啊 阳台上都在种菜了 然后都在买荒地 开荒还养牲口 是吧 一个是大萧条快来了 一个世界大战 核大战啊 可能吗